我们每一年的年中 仁安基金会南投平安站举办 韩式吃饱生食伪压活动 关心弱势民众 与其独居老人生活 包括副县长王瑞德 南投市长张家哲 议员张婉子等人都到场支持 王副县长更煮年菜 人生糯米鸡 送给在场长辈 随后也分送午餐给他们 而拿到的人眼中 都透露着感恩的心 仁安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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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的话我们才能怎么回 帮助大家 稳好的机会 这部分是我们有时候 在社会上会比较忽略到的部分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人人平等 也希望他们可以过个好年 也希望他们在过年前 都可以拿到一份热腾腾的年菜 让他们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也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关怀 那也希望我们社会各界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享胜举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要的不是我们这个一部分烦腾的函事 而是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除了帮忙他们以外 也可以对整个南投县乃至全国 起了一个带领 王副县长指出 许淑华县长在证件白皮书中 主张全民移居之外 弱势者也要被关心 南投县会在过去基础上 往上提升 关心县内的所有乡亲 我们韩市就是有街友 中地收入户 亲战家庭跟一些社会边缘户 我们希望是为这些弱势家庭 在年前的时候可以去募集年菜 跟一份五百块银级红包 其实县长非常关心这个活动 但是因为它不能形成的关系 不能亲自到来 由我来代表 希望透过热领育城 能够我们建构南投县 成为一个共好的社会 让每一个角落的弱势 都可以被发现 关心跟帮忙得到 我们希望南投县 在过去的基础之上 能够更往上提升 每年岁目寒冬年节前夕 仁安基金会都会举办 韩市吃饱三十尾牙活动 今年考量到疫情 过去半桌改成送礼到家 用另一种方式 给予弱势关怀与祝福 记者曾光佑南投市采访报导